Dumdo lo dom San Dumdo lo dom Dumdo lo dom Dumdo lo dom Dreamers 其实蛮有趣的 然后我就继续去收 我就看到了这一个 圣圣跟另外一个歌手合唱的歌 然后这歌手是我们都认识的 我就是看到这个名字 所以我写这首歌 它就是侧田 萨婷 对 萨婷 然后他们唱的歌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就是我真的受伤了 张学友的歌 我真的受伤了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 这样子啦 我现在没有看的 我非常好奇 所以我深深跟侧田 会怎么样去一起唱这首歌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就来看片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那在看片之前 请去按那个Subscribe 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也请按一下 当我们有影片上的时候 那个小铃铛就会通知你啦 如果你在B站的话 也可以追踪我们 成为我们的粉丝 想要给我们更多动力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充电哦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Patreon 成为我们的Member Support我们 好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就来看片 Yes Yes 好 太熟了 我这个声音隐藏不了 你好 好美哦 好美哦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这个上一场特别厉害 这个男生也特别棒 哇 好听 灯光熄灭了 云与静止了 底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 天下细雨了 人世不快乐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他们两个都很棒 对 真的很棒 这个男生 他们都很像陈一仙那个画 等级引导歌声得很 对 很厉害 然后这个男生也有一次 好厉害 好厉害 我好像要进入我 你又說話了 還以為你心裡 對我又想你了 怎麼你聲音變得冷 淡了 是你變了 是你變了 好好聽喔 好厲害 好好聽 哇太好聽 大家聽了之後覺得怎麼樣呢 好我先講喔 因為這首歌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 然後其實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就是張學友很多歌我是唱不到的 OK 那這首是少數唯一的幾首歌我是唱得到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我也很喜歡《王源記》寫的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有它獨特的味道那種很小品 但是這個小品又不是每個人可以唱得到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今天看這兩個人的合作 我覺得是沒有去到把這首歌發揮到很大很大 我覺得是件好事 因為本身這首歌就是一個小品 可是中間那個音樂整個起來 他們要一起在大合唱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點那種 的感覺就是要起來 突然間就沒有掉了的感覺 我會寧願他可能不要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讓他很小品的感覺 我覺得會更真摯更感動 要不然中間好像有一種刻意想要把它變成很大的歌來唱 可是這首歌又不適合這樣子做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點可能浪費掉 而且因為兩個人的聲音都很好聽 很清脆的 照聽的聲音其實唱慢歌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聽的 所以如果兩個人的歌唱這首歌 然後他們的編曲上可以再簡單一點 真的是聽這兩個人唱 我覺得應該會更好聽 更感動更仔細的 可是又加上中間一直有人 好好聽啊 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的很 很好的去聽這首歌 但是我是很喜歡他們兩個人的聲音 跟這首歌的 我是覺得這一次的這整個呈現 我覺得有點有點誤導了 或者誤會了 這種歌原本要有的意思還是之類的吧 我的感覺是這樣啦 我沒有覺得不好 只是可能覺得可以更好的部分 我某些部分跟Kenneth一樣 某些部分不一樣 我喜歡整首歌的編排 我喜歡就是說它 它是有兩個層次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本身是一個人賭唱 很傷感的 下雨 僅僅一個人 哇 多麼淒慘 可是現在他們有兩個人 我覺得有 製造一種對話 它不是講 你變了 No 是你變了 No 是你變了 我覺得兩個人的那個 感覺是有 有化學作用的 然後孫孫 之前是一粒那個 頭 一粒頭 現在變成一個 女生 我覺得這個蒙面唱將 它就是要讓人家 不知道她是誰 然後 怎麼可能 從頭到腳 都是一個女生 然後聲音也做了 很女生的 要溫柔的 那個錯誤感給別人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像 男女在對唱 哇 那個聲音真的是美到 我心裡真的是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可是當這些聲音 突然間被人講出來了 我就覺得 有一點 有一點破壞了 我的內心的感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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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挺有一些地方 是比較低 然後突然間有一些地方 又很高 我覺得他聲音真的很好聽 很溫柔 他真的是也是唱情歌的高手 然後兩個人的配搭 有一邊我聽到有人講 澤挺的聲音很沈玉迅 然後我就馬上看 他是整個人變調 然後 另外我又聽到有人講 他聲音很像梁靜如 然後我就聽聲聲的聲音 那邊剛好是往高潮去了 真的有一點梁靜如的質感 那幾句 可是 我覺得說 兩個人的配搭是真的很優美 我真的是最不喜歡 就是 節目剪接的這個效果 把太多人的這種心理過程 那些話都剪進去 我覺得真是破壞了 我對他們兩個人唱歌的那個感覺 那撇除掉 我不知道有沒有他們講話的版本 如果單聽他們兩個人來合作的話 我會很喜歡這首歌 我的感覺 你們兩個講的都有 首先 我跟Milo的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他好像變成男女對唱 因為聲聲真的唱到很像女人唱 然後 測田的聲音又很man 他是那種很有磁性的溫柔的男生 所以兩個聲音在對唱的時候 甚有化學作用 跟兩個很溫柔的聲音 在那個音軌上進我的耳朵 覺得是很享受的 只是 我也是覺得 那個音樂編曲 好像特地要製作很高潮 後面高亢 高亢對唱的感覺 因為那個 就是 你聽到你就會覺得兩個人要飆高音了 可是 我又覺得其實是不用飆高音的咯 我覺得 可以像Kenneth講的這樣子 很溫柔的唱完它 安靜 跟很有情懷的一起去唱完這首歌 我覺得是很好聽的 是那個音樂真的是很 有一點顧導啦 我聽那個音樂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好像要飆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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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哦 就很溫柔的唱完哦 整個 撇除掉那一部分咯 我覺得整個表演呢 都非常的舒服跟很好聽 一聽起來兩把很溫柔的聲音 就是那麼的 動聽 很爽這樣子咯 我其實也是蠻喜歡這天的聲音 在香港的這個流行樂來說 我覺得他的歌也 穿倉度也很高 然後 大家近KTV都會唱我們啊 近KTV都會唱他的那些男人歌啊 然後一些歌這樣子啊 就 我覺得他跟聲聲這樣子的合唱哦 應該是只有這一次應該也沒有了吧 因為我沒有看到他們有別的合唱 我覺得還蠻特別跟蠻配 蠻大的咯 他們兩把聲音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我再收 某面唱將的表演 我們現在就reaction在做 我覺得這個節目還蠻有意思 因為他們每次打扮哦 然後 打扮得很奇怪之餘哦 那個燈光跟整個舞台效果 跟他們拍出來啦 就好像很夢幻 很那個主題的感覺 然後他們唱出來的歌 我覺得視覺很好看 真的是 那些觀眾呢 那些反應 其實他們 不是他們的問題 他們就是 只是被剪進去罷了 就是太誇張了 剪接的人 太多了啦 OK 你ending就夠了啦 這樣子咯 我這樣講還不會停的 OK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記得要按讚訂閱和分享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有新的影片出現的時候 就會收到通知 同時呢 記得要追蹤我們的Bilibili的Instagram 那如果你能力的話呢 也來支持我們的Patreon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